我們做選舉研究 對於這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是說 每一次的選舉都不一樣 因此選舉本身就是一個 選舉的類型本身就是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每一次的選舉 它都有一個選舉的結果 但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 美國做他們的研究很多 所以有所謂的這個 究竟是Performance Based Election 執政表現為基礎的選舉 還是issue Based Election 議題為基礎的選舉 還是Candidate Center Election 還是純粹的Copy 政黨認同的選舉 政黨對解這種選舉 非常有趣 我從這個角度來切入 我覺得這一次的武功選舉 跟過去的選舉 很不一樣 過去的選舉 尤其是過去的十年 從2000年的總統大選以後 台灣的主要的選舉 幾乎都是全面的 藍綠的合夥戰 藍綠的對決 政黨的對決 意識形態的全面的對決 我想這跟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的這種政治的後遺症是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2010這一場選舉 我看到的是一個新型態的選舉競爭的出現 跟民進黨的處境有關係 跟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以及主要的候選人 他們的這種思維有關係 國民黨倒是沒什麼改變 國民黨比較延續傳統的選戰思維 所以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話 會發現在這之前 包括馬英九金普聰等這些負責選戰的這些國民黨的領導人 基本上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他們想像中的五都選舉的選戰主軸 那他們就會說是要打一場以ECFA為主軸的中華民國保衛戰 那既希望以ECFA的對決 所以不曉得哪一位也曾經提到 報紙上也曾經登出說 國民黨的高權認為只要ECFA一發笑 選情就會笑 那當然國民黨就笑 可是選情已經發展到現在只要30多天了 ECFA有沒有發笑 即便有恐怕很局部 很有限 也許這個就是剛剛徐主席所提的經濟的因素 某些方面可能有這方面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國民黨的選戰還是停留在傳統思維 他們想像中民進黨會跟他們來一場 這個以ECFA為主軸的對抗 打一場全面的意識形態的選戰 當然他發現他的對手不是這樣 他對手不一樣 很難打 他要找一個決戰的這個戰場 找不到嘛 沒有決戰的戰場 對手好像在打一擊戰 到處在檢驗他們的執政表現 東一個問題 西一個問題 到處放火 但是又沒有說好像是兩軍的對決 這樣的一種情況 民進黨這個選戰的新思維 我覺得我把它歸納起來是 他們打一場以候選人治理能力為中心的選戰 把這個選戰的程式聚焦 focus on candidate 聚焦在這個候選人的治理能力 就是他的人格特質跟能力上面 那麼希望去避開這些意識形態的 全國新議題的東西 但是在這個檢驗執政表現的時候 卻是中央與地方同時進行 地方比方說台北市好龍拼的執政表現如何 周錫瑋執政表現如何 胡志強的執政表現如何 是不斷的在檢驗這些 同時也檢驗馬政府的執政表現 那麼那偶爾這個蔡英文主席也會講說 這是一場所謂的馬政府的期中考啊 或者是什麼新政投票 我個人比較不從這個角度看到 我覺得那樣講 或許站在黨主席立場講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意識 但是實際上來講 我覺得那樣講 怪怪的 那如果說這個2009年 我馬英九的期中考早就已經考過了 或者你講說第一次期中考 還有第二次期中考 那五都的第二次 其實我覺得那個意思也很符 而且說如果是信任投票變成 馬英九的政績是這一場 五都險戰的中心立體 我看也不是 但是implicably 就是說因為這個結果所隱含的 對馬政府的這種兩年多來的中央執政表現的不滿 有沒有這種東西 有 但是你說這個是不是這一次五都險戰的最重要議題 對 所以 回過來就是說 這個選戰到 打到現在為止其實就是 我看到的 就是聚焦在這個 執政表現 以及候選人的能力上面的一場選戰 如果往這個方向發展是對民進黨有利的 如果是往別的方向去發展 比方說往這個F 或者是跟五都本身無關的其他前國性的議題 或者是意識形態象徵性的符號性的問題的話 那對民進黨不利 但顯然選戰的發展到現在為止是對民進黨有利的方向在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選舉 有政見沒有議題 有政見但是沒有議題 是一個issueless 接近issueless 一個M 這樣的一個狀況 後來還是提政見 但這些政見選民記得的不多 東提一個西提一個 這是必要的 但是提了人家就忘記了 不像以前我們起主席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丟個老人年輕的議題從頭打到尾 那一類的或者是統獨的議題 或者是其他的議題 但這一次基本上沒有什麼這種事 salient issue 所以這是一個很顯著的一個東西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選舉結果會怎麼樣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選舉結果 民進黨方面 我同意習主席的看法 很難預測 雖然只剩下三十幾天 不過我呼應一下主幹單位 好像很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方面的報導 我就姑且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這一次的選舉 如果選前沒有什麼戲劇性事件的出現了 那麼民進黨最可能的結果是贏三度 那第二個可能是贏四度 第三個可能是贏兩度或贏 那機會很小 贏兩度或贏 那當然也有可能只贏一度 我們如果講probability 那就是機率 總是存在趨近於零 那麼國民黨方面 我覺得相對來講 就是說最可能是贏一度 就是台中 那麼其次可能是贏兩度 我覺得比較可能是 我這個判斷跟習主席有點接近 就是台中市跟新北市 那有沒有可能贏三度 機會比較小啦 不是沒有啦 有啦 但是第三可能 那其他的說贏四度 姑媽都是群青也零 那其實我如果從激勵來講 我會講說民進黨贏三度的激勵大概有六成 那贏四度的激勵大概有五成 百分之五十 沒提 沒提 那這個 那贏兩度或贏五度的激勵大概都是20%這樣 只贏一度的激勵大概是百分之五啦 百分之五 OK 好 那個接下來我很快的在 因為這個主題都很豐富啦 可能要談起來也可能談一兩個小時也可能 不過我就盡量簡短 我覺得古都前幾個一些個別的現象 你看現在大家都關注大高雄的氣法 基本上南俄都對於民進黨來講 就算不是銅牆鐵壁其實也將接近了 那這一次的成績面臨這個九一九的貢災的困擾 有點虧之不去 但是好在 好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